她奶生奶气得特别可爱 特别是那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 萌萌地人见人爱 庸人忍住笑 从厨房里走出来 对赤恩恩说 小姐 这个点 小小姐该睡觉了 我先把小小姐带回房间 哄她睡觉吧 嗯 好 赤恩恩把怀里的小肉团子交给了她 丽语诺胆子肥得很 陡然从妈咪的怀里 到了王妈的怀抱 也不像其他同龄小孩子一样哭闹 还露出了一个傻乎乎的笑容 冲着王妈乐 像睡觉家 对对 小小姐要睡觉觉咯 走吧 我们去睡觉觉了 庸人一边抱着她 一边往房间里带 等卧室的门关上了 赤恩恩坐在了 赤宝贝的旁边 摸了一下她的头顶 柔声地问 宝贝啊 今天第一天去学校 感觉怎么样 还习惯吗 赤宝贝似乎好久 没有跟她靠得这么近了 酷帅的小脸上 一闪而过的别扭 随即 别开头 一副大人的样子 还好 就是一群小孩子 没什么好不习惯的 她貌似也是个只有七岁的小孩子 吃恩恩一阵无语 那你有没有在学校里交到什么朋友啊 朋友 你是说男生还是女生啊 赤宝贝顿了顿 如果你说的是男生的话 没有 如果你说的是女生的话 他们都想跟我当朋友 我不想 太吵了 所以啊 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 吃恩恩有点头疼了 吃宝贝已经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皱起了眉头 一脸嫌弃的表情看向她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笨 愿意和比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当朋友 大家又不傻 和我玩得好 就会天天地和我在一起 女生就更不喜欢她们了 吃恩恩无语了 吃宝贝像是懒得在跟她说这些 挥了挥手说 我要回房间写作业去了 女人 你也回房间休息吧 她今天居然没有缠着自己 陪她一起去看泡沫婆媳剧 吃恩恩有点差异 吃宝贝没给她询问的机会 已经踩着自己买的大人穿的大拖鞋 哒哒哒地往房间里走去了 要不是为了等她家女人安全回家 她早就回房间里去了 今天可是她准备 把手里面囤积的股票卖掉的日子 而且祖父给她找的老师 今天晚上正好要用远程视频的方式 给她上课 所以 婆媳泡沫剧什么的 只能是咱到下一次 再和她家女人一起看了 吃宝贝也很遗憾 本来那一部电视剧 她都要看到最后两集了 今天晚上 就可以拉着她家女人陪她看完了 可惜 看不了了 只能是明天再看 她已经打定了主意了 明天晚上一定要把吃恩恩拉着 陪她把最后两集电视剧看完 吃恩恩不知道她在心里想什么 就看着她电视剧都不看了 也不嚷嚷着馋人了 干脆爽快地回到了房间 咔嚓一声 关上了卧室的门 她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她家宝贝真的是回房间了 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也没有见到卧室里的人出来 确定她今天晚上不会叫她 陪着一起看电视 真的要做作业之后 才上了楼 等洗完澡出来 吃恩恩拿起了手机 本来以为手机上应该有短信了 然而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别说短信了 消息都没有一个 没有看到吗 吃恩恩难难地点开了 最新发过短信的那一栏 的确是没有回复 她猝了一下眉头 放下了手机 把头发吹干之后 顺便把男人晚上披在自己身上的 西装外套 熨烫好了 叠好装在了袋子里 这才拿着手机去了书房 W国和林氏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她要在这两个小时里 把莱恩的工作处理完 吃恩恩是那一种 一旦进入工作状态 完全专心致志的人 两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 她开完最后的视频会议 揉了揉太阳穴 靠在了椅背上 重新拿过了放在一旁的手机 发现还是一条消息都没有 她的眉头拧了一下 明眸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丽北绝没有看到她发的短信吗 还是手机没有在身边 依她的性格 看到的话肯定会马上就有消息 她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回 多半是没有看到吧 吃恩恩想来想去 只想到了这种可能 她扣上笔记本电脑 想到今天晚上在山顶上的种种 嘴角扬起了一抹温暖的笑容 连工作的疲惫都像是一扫而光了一样 呼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事情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应该要不了多久 她就能够找到解开催眠的办法 老爷子那边也跟她说了 专家一直在研究药物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结果 吃恩恩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她站起身 拿起手机 回到了卧室 一直等短信等到了凌晨一点 实在是撑不住了 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隔天清晨 蓝天白云 阳光明媚 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吃恩恩早早地到了公司 在快要走进策划部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拉住了她 恩恩 你跟我来 吃恩恩认出了 她是坐在自己旁边的同事 之前吃饭也坐在她的旁边 还坐过她的车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Lina 她找自己干什么呢 吃恩恩疑惑地跟着她 走到了走廊的角落 这个角落比较僻静 一般人注意不到 Lina拉着她站顶之后 像是审视一样地 打亮了她两眼 这才犹豫地开口 恩恩 你认识人事部的部长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较好奇 想要问你一下 认不认识人事部的部长 Lina欲言又止的样子 吃恩恩看出了 她有话要跟自己说 明谋坦然 不认识 Lina先是露出了 果然如此的神色 随即就说 现在策划部都在传 你是空降到公司的 和人事部的部长 有那种 那种关系 我觉得你应该不认识 人事部的部长 也不像是外面传得那么 那么难听 所以就跟你说一声 其实 这个传闻 从昨天就开始传了 不过 昨天白天传的时候 说的是 赤恩恩开豪车 是被人包养了 今天 就变成了 包养赤恩恩的人 是人事部的部长 靠着这层关系 赤恩恩 一个没有履历的新人 才能够空降到策划部 就变成了